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 有着崛起中的非洲 凭借其人口优势 和即将超过亚洲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数量 以及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 非洲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大洲 有全球60%的未利用耕地 10%的油气出口 预测十年内保持3.5%的年经济增长率 围绕重点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加速 商业 能源 健康保险 金融服务 农产品加工和建筑业 一股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以数字化革命为核心 能源革新 以及负责任的和可持续 可循环经济的挑战 作为先行者 一个强大的非洲金融集团 承载着一个重大使命 摩洛哥外贸银行集团扎根非洲大陆 面向世界 俱成一股独特的力量 是摩洛哥独立后第一家成立的本地银行 服务于国家的对外贸易 银行完成私有化 如今已成为Finalscom多产业集团旗下的标杆 该集团在银行和保险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同时 集团也在一系列进程更迭中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摩洛哥外贸银行集团投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非洲网络 如今在20多个国家设立机构 凭借与战略性地区的公共及私有部门开展合作 集团下一步将目标瞄准在54个非洲国家设立机构 一家国际化的银行 具有丰富的市场 银行业务和金融服务经验 摩洛哥外贸银行集团进一步强化其国际地位 在欧洲 北美和亚洲设立机构 拥有世界级的强大行动力和五个战略性金融板块 这一全球性布局使集团得以伴随世界各地的侨民 将跨区域投资引入非洲 来自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的英明决策 基于摩洛哥经济和社会高度信任 考虑到摩洛哥独特的地理位置 千禧年文明和新非洲的发展动力 一个地处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 签署了55项货物和服务自由往来的国际贸易协定 摩洛哥外贸银行坚持秉承爱国主义 公民意识实干精神和责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建立未来 尊重人权 提高妇女地位 优先考虑保护环境 是集团各项决策的准则 在这个郁郁无限活力的古老大陆 优先鼓励发展教育 通过1001所学校的计划 反对排斥 在海提时代培养开放眼光 尊重世界多样性 传播创业精神也同样是创造财富的杠杆 最后集团投资保护民族文化特性 促进各国文化影响力和团结世界人民 这一卓越的行动 建立卓有成效和可持续金融的愿景 获得众多国际奖项的认可 中模关系远远流长 两国人民具有公认的商业才能 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战略协议 为加快双边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摩洛哥外贸银行于2000年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 是最早获准在上海开设分行的非洲银行之一 摩洛哥外贸银行协同其他合作伙伴齐心协力 通过一系列项目强化了摩洛哥 非洲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 穆罕默德六市丹吉尔科技城 位于摩洛哥北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展中 在这片与世界贯穿互联的土地上 得益于与中国高层的合作关系 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专业化机构 服务于未来的产业生态系统 在摩洛哥王国首都拉巴特的中心 由摩洛哥外贸银行集团发起建造非洲最高塔 是其在非洲大展宏图的象征 这座建筑是摩洛哥外贸银行集团智慧的象征 是其人力和财力的共同标志 是其心计四方雄心壮志的体现 摩洛哥外贸银行 一个新世界向你打开 是其他人力和贸银行集团